当然经济和金融制裁是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制裁方式 除了各国政府之外 现在私人企业也纷纷加入 那么登高预护的是苹果 Apple停止了在俄罗斯所有旗下产品的销售 包括iPhone 科技龙头Google限制俄罗斯的官媒 不准他们再用谷歌的新闻功能 为的是避免假新闻散布 娱乐产业包括Netflix Disney 这一些制片龙头 全面宣布取消在俄罗斯再上映任何芯片 英国的石油龙头BP 挪威的前国营石油公司全面宣布抵制 在海陆空方面 还有美国的福特汽车波音公司 以及全球很多间海运龙头都纷纷提出制裁 Airbnb也要供应10万这个房间 那么在环绕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里面 容纳陆续逃离故乡的乌克兰难民 纽约知名歌剧开场前 表演者齐声现唱乌克兰国歌 现场观众纷纷起立致敬 不仅易文件 包括石油金融运输业 重量级企业一间接一间加入抵制俄罗斯 声援乌克兰的行列 最新响应的则是苹果 同为科技龙头的谷歌 限制俄罗斯国营媒体使用自家的新闻功能 以杜绝假消息 汽车大厂福特则宣布 暂停所有在俄罗斯的制造生产 美国百年重机品牌哈雷 除了终止俄罗斯销售 也取消所有运往当地的出货 但现在即便想出也出不了 因为全球最大的海运公司 瑞士MSC和丹麦马斯基 在这周二发生 不但停收俄罗斯的订单 还要切断货柜往返 让这个超级大国的处境更显孤立 就连空中霸主波音也宣布 不会在俄罗斯航空进行任何保养维修的支援 而零售品牌像是Nike 则宣布暂停官网和APP在俄罗斯的贩售 因为不保证能赔送道府 抵制行动虚实并进 包括华纳索尼到最新的派拉蒙等制片大厂 都宣布停止在俄罗斯上芯片 影响力十足的迪士尼 除了取消上映计划 还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 就在一波理智大浪掀起的这周二 最新版蝙蝠侠电影在纽约举办首映 饰演高登局长的杰弗瑞怀特 也说出反战心声 眼红奇异博士的英国演员 班奈迪克·康博拜区 也趁着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流民的机会 透过演说发声力挺 在俄罗斯发动攻击以来 数十万乌克兰人逃往欧盟避难 全球租屋龙头Airbnb 也在这时雪中送炭 但没想到这波抵制潮 也烧到美国本土的无辜店家 位在华府这间俄罗斯餐厅 上周末遭不明人事破坏 不止两扇玻璃窗碎裂 店门口还被挂上 谋杀者之物的牌子 而其实老板并不是俄罗斯人 事发之后业者立刻报警 但最后没有任何人遭到逮捕 餐厅则在官网 PO出暂停营业的公告 并附助原因不是乌俄战争 而是新冠疫情 这位来华府旅行的东欧游客 恰巧租了餐厅楼上的Airbnb 现在他们只希望能够相安无事 完成接下来的美国之旅 蔡丁老板则火速撤下俄罗斯国旗 只留一面美国国旗飘扬 以免再受无望之灾 TVBS新闻中华报道